謝謝你觀賞我今天所拍攝的影片 我是要來記錄我最近機舍所做的一些改變 你看到這個機舍比以前的機舍再擴展了 變成三倍 那我們之後買了一些新的 其實用過跟人家買舊的這種鐵圍欄 然後呢因為之前有發生過山貓把我的雞給咬死了 雖然雞在裡面可是因為這下面的洞很大 所以牠就爪子貓的爪子進去就把雞給抓住了 把牠頭吃掉 雞的身體在裡面頭就被吃光了 所以後來我就變成說要加上這些沙蓮 增加一點隱密性 然後加上這些Chicken wire 下面你看這部分 這部分我就加上去Chicken wire 這樣牠的爪子就伸不進去 這樣子山貓就比較不會來騷擾我的雞 這個是舊的 就是車子的那種遮陽 遮陽簾 非常不好用 所以就拿來當作機舍遮陽簾 我們的太陽是西曬這邊 所以夏天的時候很熱 所以這邊就放了很多的遮陽簾 跟路口是在這邊 好我剛剛忘了說 這是我這一次這兩批雞所生的雞蛋 第一批雞我們養了四年了 第二批雞今年才剛養 差不多兩個禮拜前開始下蛋 你看到這個比較大的蛋 是那種蛋雞所生的 比較小的蛋是一種 我們第二批雞 大部分都是像是觀賞雞 牠的名字叫Samelella 牠是有 蓬蓬的白色的綿頰 綿頰的羽毛 牠的蛋比較小 牠生白蛋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白雞蛋 應該是White Leghorn 牠是白色的雞 所以很有趣 還好我們這次都養到都是母雞 不然的話我們這邊如果有公雞 鄰居會照用 好這是我雞舍的情形 目前我還是用 就是Water Cooler 霜水 夏天的時候尤其好用 因為你如果把冰塊放下去 牠可以冷上 起碼八個小時 這樣雞比較不會 水太熱 牠們就沒辦法即可 牠們沒辦法保持牠們的體溫 比較適度一點 那 那 這個是 牠這種雞生的是 生的是 棕色的蛋 牠生的牠是叫做Easter Egg 牠生的是藍色或綠色的蛋 那這個就是White Leghorn 白色的雞是White Leghorn 白色的雞是White Leghorn 白色的雞是White Leghorn 這隻黑色的雞呢 牠生的也是棕色的蛋 我們這隻生了 牠養了很多隻的Easter Egg 牠們是這樣 牠們是這樣 臉頰碰碰的非常可愛 而且牠們性情比較溫和一點 是很適合做紙物機 那你看白色那一隻 有白色的碰碰的臉頰 牠那就是Samalella 我們這隻養了四隻 Samalella 牠顏色有稍微白一點的 還有你看牠棕色的那個 有白色的 臉頰碰碰的 正在桌 另外一隻Easter Egg 所以這邊就有三隻的Samalella 有三隻的Easter Egg 其餘的話 牠們平常的時候 沒什麼事情 牠們就會 有時候會打架 因為牠們總是用 用這樣的方法 來建立社會秩序 英文名字叫Packing Order 所以你那個雞如果 太多隻的時候 有時候 發生牠們會咬到 就是會打架打得很厲害 因為牠們要確定哪一個是領導者 誰是老二 誰是老三等等 晚上呢 牠們會飛上去 我是用這個鐵棍 鐵棍來當作牠們的樹枝 因為牠們也可以在上面 停在那邊睡覺 像這隻 你看 Samalella 非常可愛 非常可愛 雞的表情 永遠看起來都是有點生氣的 大家是眼睛的形狀 從外面看過牠們笑過 永遠有點生氣的樣子 那我是喜歡放一些不要用的東西 當作牠們可以上去 因為雞是鳥類 牠們都喜歡高的地方 牠們只有必要在 譬如是洗澡 或者逆食的時候 牠們才會在地上 所以你給牠放一些 有些東西可以上去 站在高竿上 就站在一些高處 牠們會比較喜歡一點 晚上睡覺的時候 一定要有高的地方 這樣牠們都會被蛇給 給拖去了 然後也會被老鼠給騷擾 這個是 人家不要的狗房子 狗房子 我們就拿來用 然後裡面鋪了一些稻草 這種稻草叫阿發房 是木樹芽的植栽 然後乾燥了 包括一些葉子 牠們是蠻喜歡用這個來做 就是做 Laying Bedding 那這個 你看這個 如果牠們覺得你是一個威脅 牠們會這樣蹲下來 那時候就是表示說 你可以把牠抓起來 可是有時候牠會想說 你沒打算抓我 我就跑了 這個 這個是 我從Warma買的 算是一種儲藏箱 塑料做的 一個差不多8塊錢 可是我發現牠真的 牠可以用很久 那裡面就放一些Bedding 但重點是上面一定要有一個遮蓋 因為雞不喜歡在生蛋的時候 感覺上是暴露給外界環境 所以上面就蓋一些東西 這樣牠們就願意進去敷蛋 他們敷完蛋之後就會跑下來 那但是有時候 牠們會發生一個情況 就是那個雞也沒在生蛋 可是牠躲在裡面 通常那樣子的情況就是 就是表示雞生病了 牠們的本能就是說 我就是躲起來 所以牠們就不下來 如果說你發現牠在Nesting Box 就在生蛋箱裡面待很久 通常你就要看看那個雞是不是生病 可能是 牠消化不良 就是牠有一個叫Sour Crap 就是牠可能是 牠那個 應該是胸部那邊 可能產生了一些消化不良的情形 那時候你就要想辦法去 給牠買一些Yogurt 或者是 給牠一些藥 還有你給牠的一些 如果是要給牠 菜啊或者是雜草吃 牠們也會吃雜草 可是問題是 你如果要給牠們的話 最好切得很碎 或者是 整顆給牠們 可是可能因為牠們要自己去把它 給拉斷 這樣子的話 比較安全一點 不然 有時候會發生就是 牠們把整個 譬如說整個野草 或整個什麼東西吃下去 就篩在牠的Crop 就篩在牠那個 牠的叫做什麼 細囊 是嗎 你看看 其實雞 牠們如果是 雞舌裡面很乾燥的話 牠們都 自由自在在這邊跑來跑去 那當然你雞比較多的話 你的雞舌就要夠大 那一年的話 我大概會親兩次幾次 就是好好的親 把一些牠們換下的羽毛 OK 羽毛給收起來 牠們在換季的時候 也是會換羽毛 所以秋天的時候換一次 然後春天的時候換一次 那時候你就會發現 一大堆的羽毛 地上掉很多很多 所以最好把它收走 因為那羽毛如果不收走 牠們地上就會感覺很髒 那平常我是不太需要去 特別把牠們的糞便撿起來 但有時候我會去 這邊收一下糞便 就像這個 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們會在這邊 就順便拉拉 拉 就是拉大便 原諒我的延遲 我真的不是很會用延遲的人 所以有時候就收這些 雞的糞便 可以當作肥料 那 這是我們還沒有收的雞蛋 好 謝謝你 希望這些能夠 對一些對養雞有興趣的人 可以產生一些幫助 謝謝